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有可能被拒 举个例子 刚毕业的年轻朋友能拿下的卡一般是普卡或者金卡 结果如果没注意 点了白金卡 这种情况 银行肯定是不给批的 那被秒拒之后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秒拒后 咱得等一段时间再申请 大概需要三个月到半年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直接重新申请 同一家银行还是会被秒拒 因为帧线记录上会有申请信用卡被拒 换家银行被拒的可能性也很大 其次对于信用不太好 有预期记录的朋友们 有信用卡和房贷的老老实实按期还 好好表现攒人品 等个两年三年就可以申请新的信用卡了 如果已经是老赖了 在下光榜之前 办信用卡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下榜了之后 也得等很长时间 等到银行觉得你改协归正了 才能试着申请信用卡 另外各家银行下卡标准不一样 如果在一家银行被拒了 也可以申请别家银行信用卡试试 尽量找一下下卡容易的 比方说普发 交行 中信等等 对于自动填写信息错误的朋友 如果在申请信用卡时选错卡了 这好办 换张卡就行了 信息填写错误的 还想办同一个银行的卡 可以在银行营业厅 或者网上预约信用卡专员 来单位给咱采集信息 这样信用卡申请成功的概率要大得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